永和國父紀念館 成立了一排又一排的展板 上頭掛滿了永和過去和現代的照片 其中有不少珍貴的老相片 勾起看展民眾的童年回憶 新北市議員羅文聰表示 這個活動展出的老照片 同樣也讓他回想起小時候的事情 希望透過這個展覽 讓大家看到永和的轉變 看到我畢業的母校永和國中 上面還有光復大陸國土的字樣 同時跟幾位早上一起來觀展的這些大哥 也都聊到永和的歷史 來知道永和國小已經叫西州國小 這個鼎系國小是西州國小的分布等等之類的 談起這些歷史 彷彿又回到過去的這些回憶這些記憶 我想對於舊照片的故事呈現 包含這個新照片的鏡頭 鏡頭下的永和都會呈現不同的感覺 我們也希望每一位來參展的朋友 都可以收穫滿滿 而展場中同時也展出印象永和 攝影比賽的得獎作品 分為社會組和青年組 各展出前三名以及佳作 而兩個組別第一名的作品 也展現了不同的風格 有人物 有風景 分別呈現出不同面向的永和 因為我每天其實都會看到這個景 但是我拍 當這一天 我其實發現這天的陽光光線非常特別 而且它反射到舞台上特別的一些光點跑出來 這是非常不一樣 那平常有些日子是看不到的 那加上我應該就是住在這個公園附近 那由如同我的這幅照片的說明 這個舞台上其實針對永和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其實都是有親眼或是親眼都有看到或聽到 那邊是西州市場開頭的一個肉園攤 我看到那個富人在那邊煮那個肉園 我覺得很有那種永和的感覺 所以我就把它拍下來 那種感覺我覺得就是 鄉下或是那種小城鎮的人 才會有想要感受到的那種溫暖 羅議員也表示 在這一次的展覽之後 還會規劃發行印象永和撲克牌 和永和名人獎堂等活動 藉由這一系列的活動 讓民眾一起認識永和之美 數位天空新聞永和報導 謝謝大家